剪简单单的一个快餐盒 也能用它来繁殖多肉 而且长牙多高效 机体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先找来一个这种餐盒 然后在盖子上面开很多洞 开这些洞为了施让它 从下面有一些水汽上来 保证养护环境湿度够 然后在底部加入适量的清水 不要太多 把餐盒的盖子往上面一垫 把这些多肉叶片摆上来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让多肉叶片的生长环境 有足够的湿度 同时又不会产生积水 也不会滋生续菌 这样的话就不担心 它会出现腐烂 将它摆好之后 为了它长新芽更快 我们可以每三天 给它喷洒一次这种优芽树 因为这种优芽树 它是可以激活细胞分裂 让它更加容易长新芽出来 就像我这一盆一样 这样做可以让它长更多的小芽 大家看到没有 一片叶长了好多个的小芽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了 这样做不单可以废物利用 而且效果更好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这种优芽树的话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购买 不单多肉可以用 古典拉 也可以用它来喷洒花芽 让它长新芽出来 好了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